这是一款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智能手表 它不仅在底下有着一大块的传感器 在手表的两侧居然也都分别具备 这么夸张的配置就是华硕推出的Vivo Watch 5 看到这个夸张的传感器 你就应该猜到它的定位了 那是真正的健康穿戴设备 当然前提是你要接受它的一个很前卫的设计 就是其独特的高反射烟晶屏 其独特的地方就是它是黄金光越强它就越亮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小时候使用的电子表 在任何的强观下都可以清楚的看起屏幕 选择这种屏幕带来的优势还有一个省电 当然它本身是不发光的 在网上你需要看起屏幕的话就需要点亮屏幕 这对比一众的主流智能手表应该算是独树一枝了 而当你接受了这个设计 那么我们才开始真正的了解它 外观我想不用多讲高端扯纹 整个标题都是金属的 戴在手上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用量很足 表带有普通的硅胶和小牛皮 表带换起来也很方便 表盘的话对比起其他的智能手表来说会有点少 不过咱们这个是主打健康方面的 好在也都很经典 那么这个外观你可以打几分呢 主打健康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三大块传感器 都分别负责什么内容啊 底下的是光学红外线表面温度 外面的一圈是微电传感器 而表挂的上方是光学和红外线 而另一边还是微电 那么需要这么多传感器华硕的这块手表到底可以干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麦伯波指数 这是一个可以很好测量我们身体正常指标的一个数据啊 通常我们的指标在60到100 依据年龄的不同 我们的身体会有不同的指标 但过高或者过低都是身体不正常的一个现象 这个手表从现在开始就真的是越来越神秘了 而心率血氧这些更是通通不在话下 而且这些数据在华硕智能创代健康的上面都会生成对应的图表和具体的实验点测试的对应的结果 而树章压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 居然还可以测血压 这个是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这个是直接在APP里面查看手表默认自动检测 不愧是电脑起家 华硕这波是有点东西啊 除了这些还有身体平衡指数和实时的体表温度 睡眠运动这些更是不在话下 而在运动方面 有户外运动 室内运动 游泳 步行 骑擎 瑜伽 核心 书掌 舞蹈 当然也是有着GPS的定位啊 虽然运动项目不是特别多 但也要覆盖齐全 除了这些在手表里面还可以设置个人的资料 性别 身高 体重 书身脸月 佩戴的方式 以此来更加精确的给我们提供各种的测量 当然它肯定也是有闹钟的 也可以同步手机的信息通知 而在APV方面 除了健康就是健康 除了健康没有任何多余的地方 更加没有广告什么的 目视化图表功能感觉挺贴心 在每一项的里面 华硕 VoO5都会给到对应的图表和单独的时间测试的结果 除了每周还有每日的报表 我觉得有必要每个图表都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真的非常不错 那不过指数就是这样的一个图表 有最高指数和最低 红线就是超出正常的范围 在下方还可以生成PTT图表 万一有点什么事去医院 就可以直接给医生 让他了解你其他时间的一个情况 在详情里面 还可以查看详细的数据和是否异常 心率的图表是这样的 而摄氧指数指的就是血氧 它的图表里面居然还有大吸压和海拔高度 舒压指数就是这样的数据 在身体平衡指数里面居然还有身体的年龄 我这个就比较夸张了 居然有41 这个是我这个更新频率有点太高了 温度就是你一天体表的温度的变化 在当前的疫情时期 有这个东西还是有非常多的参考价值的 睡眠对于身体健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 它的图表对应的就会比较丰富 各种数据都在一起给你可视化的呈现出来 现在还加入了夯生的功能 可以检测到我们时候打夯 而且除了图表还有其他的夯生音频文件 简直了 在运动方面也是同样的数据全面且详尽 运动部署卡路里这个是基本操作 而这个是个性化健康提示 因为我还没有长够7天的数据所以就暂时不给大家展示了 而在健康数据的最后一栏里面的手动你还可以添加血糖血压体重的信息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那就是运动要提醒 你可以添加药物的名字 服用的时间 从什么日期到什么日期 倍数多少颗 有什么忌口 我想这确实也是国内少有这样做的智能手表厂商 不得不说确实是抓住了我的痛点 这种实实在在的健康检测的设备 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或许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或者用处 但是谁在家里没有老人呢 老人家年纪大了 如果有着这样一个手表 可以相对有参考的提供一些信息给你 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还有这个吃药的提醒 家里的长辈确实会需要这个 他们或许会忘记 但是你可以设置好对应的时间 药物 在手表上面振动一下提醒老人 时间到了 该吃药了 这样我们心里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安心 我想这就是这款手表的意义所在 感谢华硕对本次节目的大家的支持 确实让我见识到了不一样的智能健康手表 可能不是那么的炫固好玩 不是那么的彰显个性 但实实在的健康检测 这个功能确实我是拒绝不了 很棒 就是这个价格如果再平民一点就好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在于因为老人的看到这款手表的功能 应该都会挺喜欢的 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愿望我手里的手表 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你们的云飞 大家有什么软硬用绝对人民币 欢迎留言推荐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内容的话 点赞投币三连 其实我想谢谢你全都给我 这样我会敞出更多有意义的视频 要知道你的知识就是我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